Hello 大家好 我是Dr.欣音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我在上一集提到的 跟时间赛跑用15分钟到20分钟吃完糖果的方法吗 好 今天我再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多一种 也是吃糖果不会蛀牙的方法哦 相信很多爸爸妈妈都很头痛 当他还是常吃很多糖果的时候 或者是公公婆婆很爱给他们吃 对吗 有这样的问题吗 其实呢 如果你想要让小孩子又可以吃糖果 但是又不能注意啊的话呢 你就要跟着时间吃 什么叫做跟着时间吃呢 就是说你9点和他吃了早餐 10点11点没有吃东西的呢 12点的时候要吃午餐的 但是他10点11点的时候 他就开始朝这里吃糖果 等下我们要吃午餐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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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下我们要吃午餐的30分钟 我再给你吃好吗 所以你10点半给他吃的糖果过后 12点给他吃午餐嘛 12点给他吃午餐嘛 吃了午餐过后如果他在朝这里的话 这样你也会再给他吃 但是这个是要直接吃了午餐就直接吃 吃了完呢 过后呢你带他去漱口 或者是刷牙 然后如果是1点2点3点4点5点的时候 这几个小时尽量都不要再给他吃甜的东西 因为你需要留他的嘴巴也是休息的 因为他的嘴巴休息的时候 他的口水就会有做工的功能 就是帮他清理牙齿 同时间他也可以把那个酸性减低 当他酸性减低的时候 这样的那个牙齿就不会容易住啦 对吗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可以让你自己本身 跟那个小孩子合作起来 如果你可以把糖果的时间 跟你的吃饭时间配合到刚刚好 这样的那个小孩子呢 他不能只是又是可以吃到糖果 同时间就不会有蛀牙的可能性啦 其实只要爸爸,姨妈,娘,婆婆 还有孩子一起大家的努力 然后可以跟着这样的方法吃的话 这样大家都会有健康的牙齿啦 最后我想提醒的就是爸爸妈妈 如果你已经答应了小孩子 要给他吃糖果的话 到了时间就算他忘记了 你要主动拿给他吃哦 不然的话下次他不会再信任你 也不会和你合作的啦 好喽,就这样啦,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